很多人都知道彰化社头在织挖业最风光的年代曾为台湾赚进了不少的外汇存地 但随着挖子产业不敌东南亚低成本的竞争而渐渐衰退的情况下 仍然有一群人力求转型积极研发投入了机能性仿制品的领域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就跟随着星星一同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转变产业发展也悄悄随之演化 原本从事棉袜生产代工专精织袜技术的厂商也因应市场需求与变化 做起无缝内衣库的生产朝向高附加价值的机能性真制品发展 转型之路走来 真制业者凭借多年累积的深厚实力 加上引进新式的纺织机器为后盾 开发出多元的产品线 打造出一系列精能性真制产品 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必求创新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那在民国75年的时候 韩国当时有发明了最新的自动自画机 那因为我们公司产能的增加 而逐渐的将内销的市场改为外销的市场为主 那在民国88年的时候 意大利那边发明了最新的小圆边真制自动提滑机 我们开始引进以后 然后开始转型做无缝内衣库的生产 那到民国100年的时候 又开始自装品牌 开始由品牌作为导向 以组件取代为代工种形态 真制业者以扎实的基本功 奠定真制产品开发的能力 运用一体成型的无缝技术 结合独创的电脑花样编织方式 再以立体的剪裁 流行的款式呈现 让传统的内衣产品更加活泼多元 我们的特色是一体成型没有接缝 在两侧没有车缝线 尤其在这种缩身衣穿着在身上的时候 两侧的车缝线会特别的对你造成 一定的压力在你身上 那没有车缝线的穿索会让你更舒适 真的真的好特别 那这个还有分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我想说这个是样式吗 还是它有特别的功用在里头 是这是特别的款式 我们一般运动衣如果 我们有不同的布料在拼接的时候 会利用布料的差异造成它特殊的效果 如果以这一款来讲的话 我们在白色的地方 这是网眼的透气组织 在我们穿着时 你的排汗排气由这里排出 那在它的两侧我们有螺纹组织 在你运动时它会绷紧你的肌肉 让你运动起来比较舒服比较简单 那因为我们的特色在一体成型 网眼组织螺纹组织 都在同一块布面上做完成 而没有在另外的别的布种去凭接而成 所以真的是很花心思在这些设计之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符合蓝体工学结合美学设计的各式无缝产品 整体的造型结构从纱线到成衣 再到纺织机器上 一次成型 不需要拼接 因此除了能补贴身型外 还兼具舒适性与功能性的效果 拥有30多年历史的真知业者 成功站稳了无缝真知技术发展的优势 而为了企业永续经营的精神 也将经营形态从ODM OEM的模式 转向自由品牌的创立 并且不但持续拓展外销市场 也逐渐着手开拓台湾市场 打出知名度 目前公司的产品都是外销为主 那外销为主的产品 坦白讲在台湾的民众 其实是很难使用到这些优良的产品 那今天我们在结合我们公司推广的品牌 然后将我们这些优良的外销产品 利用我们自己品牌的发展 将它导入台湾的地区做一个销售的动作 让我们台湾的民众也能享用到这些 比以往不同的产品 这些都是一个先进国家在使用的东西 让我们把它导回来台湾的话 让我们利用台湾的技术 还有我们自己的技术 还有台湾优良纤维的技术 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创新 让民众使用的舒适 然后在穿着上会跟以往有不同一样的感觉 在稳定中不断成长茁壮 在传维中不断突破创新 争执业者就是以这样的精神 持续创造出产品MIT价值 希望带给顾客在穿着上有别于以往的感受 以往这些东西在台湾的内销市场并不多见 那我们把它导入回来的话 主要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政府在推广的MIT 塑造我们自己台湾的形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推销方法 那我们由国外导回来台湾 那创立自己的品牌以后 再将我们自己的品牌推往海外 这是一个创造台湾与我们厂商能一个双赢的现象 过去台湾纸瓦的技术与水准 曾在国际上深受肯定 而如今 更留台湾的业者 已经三十几个年头的退变 将重新以MIT的姿态 再度向国际展现台湾坚强的实力 支出台湾真知产业的另一片天